共享影评印度电影《因果报应》 看似柔弱的父亲,却是最勇敢的父亲 第五集 《因果报应》这部电影的影评 我写了四集还没写完 是真的因为这电影是我暑假看过最好看的电影了 所以我也就想仔仔细细的 每个细节都写出来 第六集 我决定会这部电影的最后一集 统计下来 这部电影《我的影评》一共写了超过五千字 也希望这五千多字的影评 能让你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可以看懂故事的叙述逻辑是什么 上集做笔录的警察在最后男主离开的时候 说男主不是来找垃圾桶的 男主说说拉西米 同时准备为了钱 军帽中小偷的这个人 就是当时抢劫了男主女儿的凶手之一 而替着男主叙述了整个过程后 这个秃头害怕了 紧张了 马上打电话给盗贼男 告诉盗贼说这个要搅拌小偷 这个案子 他们要被抓住了 因为这是一起按住啊 而这个强奸男主女儿的秃顶 就是那个厉害的工匠 高仿精彩 这里的移动电话 我认为是故事的第八次反转 也就是说 在这里导演让观众知道了一直以来找垃圾桶 是以为男主做好了 警察会去找一个假的 纺制的垃圾桶 所以男主是知道其中一个盗贼是做这种高仿的 因此猜到警察一定会问问要这七十万卢笔 花一定的成本 找这个高仿工做一个垃圾桶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就可以牵着警察的鼻子啊 让警察帮忙破案了 所以在第八次反转的时候 导演才让观众发现 男主智商太现 是多么聪明的一个理发师啊 那么男主的女儿 到底是不是男主的亲生女儿 我还是有这个疑问 另外就是男主的女儿 当时活下来没 导演也开始向我们慢慢解释 在被强奸后 故事发展的情况 男主因为要帮女儿买一双鞋 所以晚回家了 也就是这样的晚回家 男主顺利逃归一劫 同时男主也计划了 开始要报仇的计划 胆警察带着高仿的垃圾桶 带着假的偷垃圾桶的人 但却是真的伤害他女儿的罪犯 来到男主家里的时候 观众更加期待剧情怎么发展下去了 这个时候进堵田还剩二十来分钟了 越来越让观众紧张 反转的似乎也越来越刺激了 因为这个秃顶在讲述自己分罪的经过的时候 警察全程手机录像 男主也让他说所有的经过 而出顶说的很多情节 都是警察不知道的 但却是唯妙唯笑 你说这个人如果不是真的来过男主家的话 是怎么能说得那么清楚的呢 而且越说越像在角书犯罪的经过 因为出顶做的一个动作 出顶都没男主高 所以秃顶就马上把手往上挪 这个时候男主也备合 假装抱秃顶 实际上是检查秃顶背部是不是有个东西 第九次反转 就是男主跟秃顶 画中有画 男主问秃顶 五十四岁这样做是不是不对 秃顶却说跟年龄没关系 还说垃圾桶很漂亮 已经一点忏悔的心都没 还觉得自己做的对 还问男主懂不懂自己的意思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 垃圾桶就是男主女儿 而当男主说要放过她的时候 检查说了出来 强奸你女儿也放过吗 这个时候第十四反转又来了 原来警察在找垃圾桶的过程中 知道了这个强奸自己女儿的事情 也就是说 警察在找垃圾桶的时候 发现了强奸这种罪行的时候 索性就集中记得真的去破案了 而警察被男主一把刀 让男主杀了秃顶男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是很理解 但是警察偷偷出去后跟手下说 如果是你女儿的话 你能什么都不做吗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原来这个警察虽然他无腐败 但是还有人性 而强奸自己女儿 这种就是真的没人性了 自己54岁了 而男主女儿是未成年啊 而且在印度 强奸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所以我认为 警察在这里做这个 是因为他们想借男主的手 去杀了强奸犯 而男主杀了秃顶后 警察告诉了男主盗贼所在地 男主一个人是要来找盗贼了 警察在这里就是等于收钱败事 然后不介入 介入的话是坐牢还是说怎样呢 印度法律不大了解 但是在男主与盗贼的最后的对决之中 男主看到盗贼的时候 居然心有愧疚 被盗贼先暴揍了一顿 因为男主觉得很内疚 可是有什么好内疚的呢